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小的时候 女子的脚一旦长到一定的大小 就要进行缠组 否则不但女子会被人指指点点 连带着父母都会被人在背后喇嘛 最可怕的就是女子难以嫁出去 这种行为单单就是为能够让女孩子不受到外界的排挤与歧视 才将很小的姑娘缠成三寸金莲 哪怕女性每一次都痛哭都无济于事 也不顾这种伤害对于自己的孩子是一生的事不可挽回的 这种陋习的并不是在封建王朝开始的 而是在南唐 展开全文南唐时期 有位君王在观看歌舞时 发现当中跳舞的女子很是美丽 特别是那双为了跳舞而缠组的那双三寸小脚 君王观看的时候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十分小巧的双脚 并且也认为 其很是好看 封建社会中 只要使君王喜欢的东西 就会很多人去进行追捧 为了权 也好为了才也好 总之全国上下都流行了缠组的风气 这样的风气延续七百多年的时间 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有人缠组 华夏的男人为小脚倾恼了几百年 在唐朝 女性就开始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不足 不光外界要求她们有了一双小脚 她们自己也要求自己有了一双三寸金莲 如果一位女性没有缠组 不仅男性嫌弃她 而且同样身为女性的其他人也瞧不起 正是因为一位皇帝的喜欢 导致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女性都受到了图毒 刚开始的时候 仅仅是在民间和一些后宫的宫女当中 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影响 最终也导致了终生阶级的女性 也兴起了缠组这件事情 最终才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女性都进行了缠组 如果有人有幸看过被缠组的脚 第一个反应肯定是可怕的 我们现在正常人脚的样子和被裹脚的女性脚的样子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缠组的脚已经完全畸形 已经没有办法去看出完整的脚的样子 并且到了老年的时候 脚连支撑起身体的能力都没有了 其实这些缠组的女性是可悲的 也是十分让人心痛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